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阳村的特产 春沙人 现在正是春沙人鲜果成熟之际 可以采摘或者是购买一些鲜果 回去制作 沙人蜜药或者是沙人酒这些都可以的 今天我们就跟随当地的师傅 一起上山去采摘春沙人 走 当你来到阳村攀龙金花坑的时候 随处可见的都可以看到这个春沙人树 他们长在这个陡峭的山腰上 所以有时候采摘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我们穿过这个鱼 润石鱼泥和杂草之间 终于来到了这个采摘春沙人鲜果的地方了 哇 好艰难啊 是不是大家都认为这个春沙人的鲜果是长在树上的 并不是哦 春沙人的鲜果是长在树根的底部的 给大家看一下哦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春沙人的树林中 我左右两边都是春沙人的果子 不满了 你看 看一下底部这里全是春沙人的果子 这边好多春沙人鲜果 哇 这里面都好多 你看我们采摘了一会就采摘了这么多 这都是春沙人的鲜果 哇 好香哦 我们才采摘一小会就采摘了这么多 走 我们换个地方再去采摘 哎呀我看到有人在动 是不是老师傅 哎 说你好 哎你好 终于玩家来的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位老师傅了 我们过去跟他一起采摘春沙人 我来了 有时候找不给多啊 找不多啊 哇 我全部都还在 不论你才找啊 有啊有啊 好 我穿上去给脚的吧 有 有 给多年了 我呢有五年五六年了啊 那日本在几个小时打着哦 日本是三年 是四万三年都有啦 日本是四年就疯了啦 没有在一年打一小时啊 一年是打一次的啊 哦 然后可以 可以猜个 猜到一两个年才打着好吗 哦 就是这样子的哦 哇 这个好多啊 我呢都有有不多啊 今年啊 有一个 今年要好吗 可以啊 叔叔说的这个 这个话大家能听明白吗 呵呵 他说的就是洋春话 我说的就是洋江话 我们都可以听懂各自对方说的话 所以我们就没有用普通话来交流 哈哈哈哈 说来三人过来卧后来做什么嘛 做什么 做什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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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浓中 哇 哇 母国在哪边黄黄卖羊吗 哦 哪边有点 哈喽 分开行动 嗯 好的 哇 这个好大呀 哎 跑了 哎呀 够了不剪了 你看我们剪了这么多 可以吃好久呢 这个春沙人浑身都是宝 对于那些胃不好的网友来说 那可是福音来的哦 下期视频就教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做这个春沙人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以美的进口座 拜拜